龙作为中华古典神话传说中 自古以来流传甚广的代表 古代的帝王 也将自己自称为真龙天子 以表示自己地位天定 不可阻挡 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成了中华图腾中的标志 是中华的代表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是华夏古文化中 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东西 然而 左传里有龙水物也的记载 国语里则说 水之怪曰龙 龙不仅是水生生物 而且还能行云不雨 这些特征与蛇的特征是不相符的 蛇并不是长期生活在水中的 大部分的蛇都是生活在陆地的丛林里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蛇与雷电云与并无多少联系 所以龙之原形为蛇的说法是存疑的 那么龙究竟是何种动物 真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吗 对此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种观点认为龙是虚构的动物 因为它太过神秘 很多人都难忘其真面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龙应该是存在的 主要原因是 龙位列十二生肖 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明确存在的 而龙应该也不例外 因为古人不太可能会虚构一个动物来做生肖 千百年来 关于龙的真实性争议不休 然而 这件事的出现 却有力地证明了龙真的存在 银口坠龙事件 时间回到1934年7月 辽宁省的银口市正值炎热的夏天 天气热的有些不寻常 在入海口田庄台附近 几个渔民正在聊着收成 感叹度日艰难 冷不防 天上好像掉下了一个什么巨大的东西 落在了不远处的芦苇荡里 几人好奇赶紧过去查看 肖宿秦老人是当年的目击者之一 他和父亲同时目睹了这令他终神难忘的一幕 那是一条活龙 这条龙与传说中的龙相似 四爪和鳞片 嘴上两个长须 体长约十米 他全身灰白 身体弯曲 腹部探出两个爪子 眼睛一眨一眨的有些发红 和神话里不一样 这条龙并没有口吐人言 也没施展什么惊人的神童 而是很平静 他身上有明显的伤痕 有气无力 奄奄一息 此事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 百姓们纷纷前来 无不想先堵为快 围观群众越聚越多 由于天气过热和龙坠下的时间过长 在龙的伤口处有很多苍蝇聚集 已经快要升趋 肖宿秦城 龙曾经发出过类似牛吼一般痛苦的哀号 而且龙的左爪也曾有挖坑的动作 看起来像是在痛苦挣扎 大家开始搭棚子 往他身上浇水 甚至还有附近庙里的一群和尚跑到这里 为他做法超度 然而 这些举动并没有什么作用 他死了 尸体在烈日下 很快散发出浓烈的腥臭 围观群众纷纷散去 一场暴雨冲刷过后 臭味没那么浓了 这只不明生物 只剩下了部分肉身 部分骨架显露在外 它不仅有着两只鹿角一般的脊脚 尸体周围还散落了一地鳞片 当时迎口海关防疫站的工作人员 霍西赶来 给龙的尸体喷洒消毒液 将其分解 装船运走 龙骨尸骸被运送到南岸之后 展出了一段时间 之后便被秘密送往了吉林长春 由于当时的维满洲政府是由日本统治 龙骨和龙铃被运送到长春之后 便不一而非 至今下落不灭 当时的《圣经日报》 以胶类合璧等标题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还拍摄了一张模糊的照片 该龙体气参天 头部左右过升三指甲 鸡骨宽三寸鱼 全体共三丈鱼 原龙处 有被爪挖之宽二丈 长五丈之土坑 一 致该龙骨尚存有精条 致皮肉 亦不可建议 迎口是致第一卷中 有这样的技术 1934年8月8日午后 辽河北岸东小街一农民 在附近尾塘发现一巨型动物 长约10米 头部左右各有一脚 长约一米鱼 2004年 针对迎口坠龙一事 央视走进科学栏目组 专门做了破解70年谜团的纪录片 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 经过科学论证 这只是一个神话 那个巨型动物 其实是一只搁浅的虚精 谁知节目播出后 收到许多当年目击者的质疑 他们提供了很多物证 照片 报纸 迎口是史智等等 不少群众也指出了 龙骨并非虚精之骨 这个骨架是有双脚的 水生动物哪来的脚 而且此物还有鳞 有爪 怎么会是鲸鱼呢 面对如此舆论 栏目组后来又做了一期 龙影遗骨的纪录片 节目组出于严谨的态度 将结论改为了大自然之谜 保持了开放结论 在这期节目中 韩晓东教授在深入比较之后提出 虚精的击骨为58节 而龙骨在《圣经日报》中 记载为28节 相差过于悬殊 并且除此之外 十米多长的虚精骨头 普遍要大上很多 两者并非一个物种 最后 节目组以严谨的态度 暂时将这件事归为 未解的自然之谜 到2009年为止 这个节目已经重播了八次 虽然直到现在 当年银口坠下的到底是个什么 具体还没有人能确定结论 但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 一切将会越来越发达 科技水平越发强大 到那个时候 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 也应该会有一个结局 一个完美的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